HELLO 我是Edwin 上一集Edwin看什麼呢? 我以為只有幾千人看或者沒有人看 誰知道也有些人看 當然就要做下一集 這個時候做下一集也剛剛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看了什麼 或者有什麼好看 或者跟大家在留言交流一下 看完某一套之後可以看什麼 或者之後還有什麼好看 在開始之前必須要跟大家說 這條影片是受到sponsor的 多謝這次的贊助 如果沒有品牌的贊助的話 這個頻道是不會有未來的 這次的贊助就是這隻遊戲 puzzle castle 幻想王國 iOS和Android上都有這隻手機遊戲 在這遊戲中你就是國王或者領主 就是My Law 培養自己的居民和士兵 升級自己的城堡和可以去打其他人的城堡 今天就是玩一個城堡 你還要派一些士兵出去冒險 然後打最厲害的BOSS 我最喜歡這遊戲就是 它有很多不同的artwork 有不同的場景 有不同的背景 而且道具和裝備非常多元化 在遊戲中可以開工會 你在士族找這個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這個工會 這遊戲是不需要用很多時間去玩的 想在沒什麼壓力之下玩一隻手機遊戲 這遊戲就適合了 你在description 連結按進去下載這遊戲 進入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獲得新手獎勵 有250顆鑽石和3500顆金幣 上一條ERIE看什麼 割了之後很多人說 你要看Sex Education 首先說了我對這遊戲的第一印象 就是它的簡介和封面 令我覺得這遊戲應該是一套HIGH SCHOOL 講一些學校的生活 我想這遊戲應該是給小朋友看的 又或者是給一些正在讀書 或者18、22的朋友看的 最初第一的印象就是這樣 看了第一集之後 不要說第一集 其實打開看了第10秒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這遊戲不是給小朋友看的 故事就是圍繞著英國的一家中學 有一個學生 他媽媽就是性治療師 到底一個小朋友 在一個性治療師的一個學者的教育之下 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這個故事就是圍繞著這個主角 這個男子和他身邊的所有人 勞勞他自己的媽媽 去講述他這間中學發生的事 這遊戲叫Sex Education 當然性... 行為 是經常出現在螢幕面前的 即是說有很多裸露的場面 我又不敢買一刀切 就說這一套東西完全不適合小朋友看 因為我覺得這一套東西是挺好的性教育教材 就會解答很多性方面的疑問 而且最重要最突破的一件事 就是他將同性戀 即是同性戀怎樣性行為 或者很多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話題 搬上螢幕上說的 他是直接把整件事描述在畫面上 然後說到其實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 說很多青少年在性方面遇到的很多疑問 或者是打不打丁 或者是打丁方面的疑問 不只是說男生 就算是女生的性滿足 他都說了很多 我講到這種就好像這套很悶 不過不是,他是青少年的高中片 是一套喜劇 浪漫劇 是一套劇情 有很多笑話 他每一個角色都令人十分之喜歡 第二季出了很久 如果有追開的人都已經全了 我覺得這套是他每一個人物的性格都非常突出 當一個故事是由人物性格去帶領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會好看 一套青少年節目一套高中節目應該有的元素都在裡面 而且也有諷刺或者嗨邊講到 現今這個社會是多不夠開火去講性取向這件事 我不知道英國的高中是否真的在性的話題上那麼開放 但是這套劇集中就表現了一個很理想的世界 或者是一個正在開放的世界 去說人們如何包容和接受性話題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話題 這套劇集是適合大部分人看的 是十分推薦給大家看的 如果你說最近在家沒什麼做 放工回家也不會到處去 放假在家也不會到處去 這套劇集是非常好的選擇 包你會看完第一季之後馬上看第二季 很可惜第三季我想要下年才有 如果在這條影片你覺得我說得不對 或者你不認同我的看法 其實這些東西很主觀 不用太過介懷 在留言中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說一下你最近看了什麼 說一下我看了Sex Education 還有什麼好看 又或者在Netflix上還有什麼好看 我是未看的 我會告訴你我看了沒有 我又怎樣看 在留言中我會回覆你的 在這條影片結束之後 我們就在留言中見 然後下一套 就是1995年的電影 Outbreak 香港的譯名叫做極度恐慌 我記得以前明珠台好像有播過 我不是很肯定 我不是很記得 你在留言中告訴我明珠台有沒有播過 又或者你有沒有看過 那為什麼要看這一套呢 不用問吧 都是因為最近發生的事情 所以看這一套 故事講述 在非洲有一種病毒 在機緣巧合之下 這個致命的病毒就來到美國的一個小鎮上 然後就令到很多人死了 然後政府就這樣給壓力去蓋住這件事 說到這裡你們都會覺得這件事好像很熟悉 這個病毒就在美國這個小鎮上越爆越厲害 就爆到整個美國就開始有些感染了 那就很多人死了 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 軍隊突然出動 就考慮把這個小鎮丟顆核彈進去核平 是不是核彈呢 又好像不是核彈 就丟顆炸彈進去 移屏這個小鎮 就看一看政府裡面有良心的人 怎樣去阻止軍隊用炸彈移屏這個小鎮 同時為這個病毒找到治療的血清 這套電影的特色就是 他很清楚地描述那個病毒 如何由非洲逐步逐步傳到周圍都一樣 全部都是一些機緣巧合,但同時有很可能發生的事 令到這個病毒走進美國 這部電影一開始已經說到這個病毒在30年前已經出現過一次 軍隊就準備將這個病毒用來生化武器 聽起來是不是跟現在坊間有些陰謀論? 鬼鬼相似? 基本上你現在重看或者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會整個腦都留著武漢肺炎是怎樣擴散開去的 這部電影就將這個擴散的過程說得很詳細 也說得很真實 也有說到病毒如何由飛沫傳播變種成為可以空氣傳播 簡直是一個惡夢 這部電影的劇情去到後面已經不是很合理的程度 主角是有不死之身的 而去到後面也變成了很普通的荷里活大片 有些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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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的 但是整部電影是沒有滿腸的 我看完這部電影還發現了一件事 當一個國家即將面臨滅國的時候 即將面臨世界末日的時候 整個國家唯一一樣有用的權力就是軍權 香港沒有軍隊 香港最精銳的武裝分子是誰? 看完這部電影你就知道為什麼香港最精銳的武裝分子現在是橫行武技了 我想不到過去十年有哪一個時機是好過現在去看這部電影 即使你可能很久之前在明珠台看過 我都覺得現在應該拿回這部電影出來看 看完之後你就好像發現這部電影就是現在武漢的宿營 還會說到政府的高官在討論要不要把這個小鎮移平 現在在鄰國有沒有發生這件事呢? 我想那些高官的政府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移平整個武漢已經是太遲了 你看這部電影也會知道病毒的傳播是多麼容易發生 從這部電影去反省自己的衛生習慣 或者生活文化 總之這部電影我們經歷過SARS 現在又經歷武漢肺炎 你是香港人的話就應該要看過這部電影 另外有一個訊息要帶給大家 就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繼續叫武漢肺炎叫做武漢肺炎 如果他不叫做武漢肺炎的話 他就叫做中國肺炎 這次不會過了17年之後 就有另一個人就說這個新冠病毒就在第二個地方發起 我們不容許這件事發生 所以一定要武漢肺炎就叫做武漢肺炎 才可以知道武漢肺炎的發源地就是武漢 還有你叫做新冠病毒你都很昂貴 現在新一點就叫做新冠病毒 這次又有再新一點就叫做新冠病毒 上次是非典型 這次是新冠 下次會不會是新非典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奧斯卡頒獎禮其實是剛剛結束了很久的 如果你在家在仇有什麼好看的時候 你可以找一下奧斯卡提名和得獎的影片去看 在大量的提名和得獎的影片中我都提了一些 首先講一下上流寄生族 這就是最大的話題 奧斯卡上得到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 和最佳原創劇本 簡單講一下故事前度 這就是韓國 其實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上 如果你是一個基層、一個草根階層 你是很難無端端游上去上流的中產或者是全家都是產的 故事就是講述 一個位於韓國社會的基層家庭 獲得了一個小小的機會的情況下 如何由草根階層的生活 搖身一變 突然間在上流的社會、上流的階層有一個位置在 犧牲在一個上流的家庭之後 就發生了一些很荒謬 但是有很可能發生的事 一套韓國電影或者亞洲的電影 拿到奧斯卡上面 通常都被荷里活的電影霸佔的 最佳電影、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導演等獎項 看完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一套電影是完全不滿腸的 當你快要悶的時候 它就會加入一些新的元素進入電影 令整個故事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而且每一個角色的發展很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個角色都發揮自己的專長 然後配合一些元素再去推動整個故事的發展 才可以有這麼正的storytelling 而另外最正的一件事就是 整個故事都沒有在現實的生活 現實的社會狀況之中脫節 就是說如果這個世界 真的有一間這樣的屋 真的有兩個這樣的家庭 然後剛好這兩個家庭就有這樣的機會 去連接上去 這件事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而在故事講述的過程之中 也看到現實社會的狀況 原來是多麼不理想 基層的家族 即是他們的性格上 或者能力上 都未必有問題 純粹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基層的家族 所以他們一生就是基層的家族 這種資本主義社會 的荒謬 這部電影就是講得非常清楚 我猜這部電影有少少Pulp Fiction的影子 在上面 我不是說拍攝風格 而是說劇本的發展路向風格 故事發展流暢的情況下 再帶出黑色幽默 而整部電影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這部電影也很和諧 有少少浪漫談戀愛的元素 然後這部電影去到某一個情節 會有一個令人無骨悚然的感覺出現 這種起了雞皮的情況 不是在很多部電影上可以感覺到 而獲得這麼多獎 然後又沒有滿場的話 是非常推薦大家看的 這部電影就不是說你可以打著機看 又或者一邊剪指甲一邊看 因為如果你錯過前面一些伏線的話 你就會不知道後面在拉前面的伏線 這部電影非常值得看 然後HBO也即將將上流幾身族 翻拍成為英文的劇 這部韓國導演也會和另一位美國導演 聯合監製這部電影 想像到如果這部電影翻拍成電視劇的話 其實是蠻好看的 這部電影要看啦 講下一部 用少許時間講一些最熱門 非常值得看 但我就不在這裡講了 就是這個小丑和1917的 小丑是看演技 看反社會 看男主角 1917就是看劇情的發展 看故事 看拍攝 和看電腦特技 有很多人不知道這部電影 其實是用了大量的 電腦特效 其實有大量的場景 有大量的畫面 都是完全由電腦展開 這兩套是必看的 另一套是Netflix上的 賓恩故事 Marriage Story 在奧斯卡之外 拿了其他很多獎 奧斯卡純粹 提名很多 然後就拿了 最佳女配角 看之前 封面 和title 都令我想起另一部電影 就是 就是離婚故事 故事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講述 一男一女 怎樣認識 怎樣成為情侶 結婚之後生了兒子 然後感情越來越差 然後再經歷離婚 然後打官司 欠兒子的撫養權 而這部電影整個劇本的描述 就是說 離婚是一件令人難受的事 離婚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困難 無論是感情上 還是實際上要做離婚的時候 有什麼困難 然後一個父親 然後欠撫養權 欠兒子的時候 當所有事都在於 兒子歸於誰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 雙方的情感 雙方感受到的壓力會是怎樣 這部電影的特色在於 劇本的靈感 是由導演兼編劇 親身的經歷而來的 所以經歷的事都非常真實 整個離婚的過程描述得很細緻 亦都因為 劇本的靈感是來自男人 所以這部電影主要的角度 都是說男人 離婚的時候 所經歷的情感壓力 和挫敗感 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 和這個男主角 和女主角 一起經歷離婚 這件生命重大的事情 裡面的對白也因為是導演的個人親身經歷 所以他的對白非常真實 看完之後令到心赤赤塗 拍攝方面 我現在看回遺跡才知道 很多個環節都是一鏡到尾的 我看的時候 我又不是很發覺這件事 就不像1917那樣的 那我還沒結婚 就算結婚了 我也不想經歷離婚 看這部電影你就會知道離婚到底是一件什麼事 我自己的個人感覺 不過我是生在於單親家庭的 就是說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我更加明白我父母為什麼會離婚 或者離婚的時候發生過什麼事 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會講述到 提出離婚的一方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提出離婚 而提出離婚的原因到底有多合理 這個合理的程度是在雙方的角度去臉書 因為兩個大人離婚的時候 只是那兩個大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些小朋友其實是不太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只有一天我沒有離婚了 你要跟其中一個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我才知道 欠撫養權到底是一件什麼事 在法庭上律師會用一些什麼手段 去將撫養權欠回來 然後善養費又是一件什麼事 那無論你結婚很幸福 又或者你不想離婚 我不知道 又或者你還沒結婚 那當然是不想離婚 都很值得看這部電影 為什麼這部電影還沒結婚也適合看呢 因為它會令你知道 原來將來其中一方 可能會因為某一些原因 去提出離婚的 那你在結婚之前 就最好考慮這部電影所講述的 提出離婚的原因 就算你說我單身 我這輩子都單身 我永遠都不會結婚的了 這部電影依然是值得看的 因為它不只是說兩夫婦離婚結婚的事 它是說兩個人之間相處的事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所以就算你是單身 還是不打算結婚也好 這部電影也非常值得看 下一部電影也是在Netflix上的 就是這個愛爾蘭人 看到羅伯迪利路 應該好看吧 就按進去看吧 看看才發現這部電影是三個小時 人物傳記 但是就三個小時 這部電影出了之後的迴響 也是很懷兩極的 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 故事就是講述 一個老在機緣巧合之下 認識了美國的黑社會大佬 就一直講述這個愛爾蘭人 是怎樣由年輕跟同一個大佬 跟到老 和其間一路發生的事 特色就是整個故事講述都非常詳盡 你真是和主角經歷了他的一生 另外最大的特色就是這部電腦特技 主角由年輕到老 都是用同一個演員 他由年輕到老 全部都是用電腦特效去做出來 他這部電腦特效 通常都有很多主配角同時出現在場景 電腦特效就把他們每一個的樣子都變成年輕了 可能年輕了30年 故事的發展之後 你會看到他年輕20年的樣子 年輕10年的樣子 年輕5年的樣子 然後最後就去到他演員 現在真正的那個樣子 真的很老了 那為什麼這部電腦特效果會很壞的參觀呢 主要就是他的敘事方式 非常之很詳盡 所以他就要用三個小時 去講同一個人 在黑社會發生的故事 他途中都會說 在這個黑社會裏面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然後 怎樣黑吃黑 一個大哥 怎樣去管治 黑社會裏面的政治 但是呢 在這一方面其實不是說 大部分觀眾都會有共鳴 有很多人其實不太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而且用三個小時去講黑社會裏面的政治 其實都真的挺悶的 我看了很多次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斷斷續續的看 可能每吃一頓飯就看半個小時 看了很久 終於看完了 就發覺其實這一套戲 未必真的這麼值得看的 幾個主角幾個配角同時在這個螢幕上 變老了變年輕 這些電腦特技是很突破的 但是整個故事 整個劇情 發展的確是非常慢 但是這一套戲 就不是適合所有人看的 如果你想找一套戲 快點睡著的話 這一套是一套好選擇 因為整個故事 就不會有什麼很大型的槍戰 很激烈的對白 全部都是在講幾個老爺 在講政治 在怎樣管治整個黑社會的過程 如果你對政治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 黑社會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 或者你在辦公室上想上櫃 可以看看 裡面有很多政治的手段 政治的手腕 你可能會學到 又或者你對電腦特效很有興趣 想看看那些演員 如何由很老很老 即是今年 變得很年輕 然後慢慢變老 如果你對上術所有的東西都沒有興趣的話 我不建議你投資三個小時 在這一套電影上 最後 最後就講一套千萬不要看 就是在Netflix上的這套神偷聖徒 我看這套東西的那一陣子 就不斷找一些不用用腦的 一些槍戰片來看 打架 打架 Netflix就出了這套神偷聖徒給我看 故事我已經不記得了 好像是說 是說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是去做小偷 去偷一些很值錢的東西 然後賣掉 就會把錢捐到有需要的地方 然後有一天就認識了一個女生 然後要救那個女生 我不記得了 這套片的特色就是 因為他的對白非常生硬 他的演員也非常生硬 然後整套電影的打燈方式 有點怪怪的 調色也有點怪怪的 打鬥場面也很兇 那我不明白為什麼 Netflix會有這套東西在上面 好像是1960幾年的電影 是同一個名字 好像這套是一套翻拍 那我不知為什麼會拍得那麼差 那我講這一套的原因 就是提醒你千萬不要看這一套 就不要浪費了90分鐘去看這一套爛片 然後呢 都想跟你說 我就不只是看一些很好看的片 我偶爾都會撞到這些爛片 那Edwin看什麼這個系列 除了要告訴你 有什麼好看之外 也要提醒你 有什麼千萬不要浪費時間去看 那這一套就是其中一套 其實還有幾套 有傳羅監督 流感大流行 還有超大量的戰爭片 但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不要忘記tl線 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